哎呀,这个雨哦,从昨天半夜下到现在,真的没有停的迹象,而且还是还压压的,那个云压着,不知道干嘛的,天气预报,前天就说昨天没有雨,昨天又下了一点,没下多少,然后呢,昨天又说今天没有雨,今天又下个不停,天气预报都不准了,现在,好多朋友说, 为什么你们南方的雨不下一点,到我们北方来呢,我们都都汗死了,我们一打开手机啊,看到都是,湖南的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又塌方了,哪个地方都谁呀,真的,今年这个雨特别严重,老人家们啥也做不了,都打点小牌,消遣一下时间,我拿点这个小鱼干去尽一下, 这个水又快要满水渠了,本来在那个位置有个井的,现在也是天天被水淹住,看一下,下了十多个小时的中大雨,这河道现在是, 哦,把我们家那里的一球填满住了,这个位置大概,然后还有这边河的这个位置,还有白费功夫了,今年,那都是老妈,还有我们几个一起去擦的钱,看一下,瞧这边, 下游有好多房子都被水满住了,今年真的是洪涝灾害,很严重的一年了, 就是这小鸟快活呀, 啊,这一家,他在这一家里吃的呐, 嗯,嗯,嗯,嗯。 你们这些老妈妈,那裡也不一样, 啊, а,这一家里去哪里, 对于我们家的水满水满住了, 你知道了吧,现在是水满水满, 我们家人在水满水满, 那么是,我们家人有什么的水满水满, 我们家人在水满麦, 速度吃 在这儿 我们去看小舵 我们可以猜到 这儿 我不想把牙齿 他自己想把牙齿 别人 我这样 分钟 那我现在很容易 太多了 这里的牛肉 这就这样熬了来 那一只要来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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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只都已经这么稳了 两个小可怜的 他们这么稳 多支点啊 多支点好的快一点 现在孩子们都放假了 老妈呢又高兴 孩子们都回来了 所以每天 买鸡和鸭回来的频率就增加了 老爸和老妈就吵得不可开交 老爸就说 是老妈 从屠宰场回来 携带了病菌 还有一个就是买了这些鸭啊 携带了病菌 那个 原来有九只那种 一个多月那种小的 在外面那个蓝那里 又死了三只只又又死了 然后今天这两只小小的才 10到20天的这两只也是看起来 站着走路都不稳了 老爸就生气 就叫我 劝老妈不要去屠宰场了 等一下家里的鹅都被病毒感染完了 问问你们有没有这样的说法啊 就是比如说在农村喂猪的 他们家一年都不买 不在街上买猪肉吃 然后 去哪里的话 吃的猪肉也不打包回来 有没有这样的说法呢 唉 真的看起来小孩小儿们确实是非常非常可惜的 难道要全家人都改吃素吗 但是老爸他自己一直标榜 我就要吃肉 每次餐桌上他都是 我是想吃肉 不要吃蔬菜 今天如果他还这样说了 我就告诉他 哈哈哈 那你别吃肉了 唉 不怎么回事 今天家里面笼罩这样的疾困 真的是 很压抑啊 很压抑啊 太多了 好烤 不 胡椒 鸡 酱 黄 蛋 现在这是吃纸浆的季节 今天我这个鸭肉里面多放一点纸浆 再焖几分钟 吃饭咯 今天换大桌子了 把这个圆桌上面的盖在那个小桌上去 真的太挤了 每天今天舒服多了 去吗 快点啊 看谁要鸡鸭棒啊今天 我们吃完饭去 好好好 不能凶知道吧 我们用来吃饭的碗比较大 然后每次那个菜挺烫的 这时候也是难的拿起来 但是手要扶着碗 对啊手扶着碗 今天真是找到一个比我还爱吃这个炸鸭长的了 你说多少个这里 9个 10个 我放了20个炸好的进去 你能吃一半了可以 吃了才算捧场对吧 超级喜欢吃 老猫刚刚说这个小儿吃了药有一点点好了 也吃一点东西现在 我老爸说怀疑这个 这个鹅的翅膀被老鼠咬了 鱼哥说他的翅膀应该是他摔跤的时候呢 这样摔着才是两个翅膀这样 不停的山就是这样就这样就把那个翅膀 拍拍出血来了 哎呦真的是小可怜 他弹都弹不稳了 老是摔跤了 嗯 你别说老爸上次 他在那个房间睡觉了 那边的老鼠把手指都咬了 知道吧 真的 就前天老妈打电话跟我说 然后我查了 查了老妈说问要不要去 打什么针啊 那个防疫的那种 我查了要打破伤风的 还有什么防 热什么热的 一下子忘记了 去打了 去打了 我真的是第一次听说睡觉被老鼠咬了 家里的老鼠太残狂了 所以这里要拿这个盖子呢 老鼠猫的进不去